熊妈妈很有可能被抓去做研究了 大家好,我是熊二 很多人问我,熊妈妈究竟去哪里了 今天熊二就来告诉你们,喜欢建议收藏 其实,在很早之前 熊出墨过年大电影中就有透入过细节 熊大熊二为了帮光头墙赶上团结团的火车 引开列车管理员,然后被坏人抓了起来 接下来细节来了,我们注意看 哎,熊妈,哈哈,你搞什么事啊 哥们儿你今天减着大便宜了 我跟你讲啊,我刚才在火车站白捡了两头熊 比以前那些个头都大 哈哈,那提醒,都够你们研究所研究一年的了 别忘了到时候请我喝酒啊 从这句话,你们发现了什么 没错,这位列车管理员说在火车站白捡了两头熊 比以前那些个头都大 而且这里还透露了一个细节 和列车管理员聊天的那个人叫老马 所以说,老马很有可能在大电影《熊出墨》 伴我熊心里面出现 而且很有可能 老马就是那个抓走熊妈妈做研究的人